让我们继续讲述《血与火》的第一卷 上回我们说到伊耿·坦格利安与他的龙、姐妹 还有封臣在黑水河北岸登陆 自立为威斯特洛的唯一国王 并准备与七大王国正式开战 维赃尼亚与雷尼斯陆续收复周边的小领主 同时一座营地在伊耿的指挥下建立了起来 伊耿拥命人制作了一张黑底的旗帜 而画在旗帜上的 正是向黑色大地喷泻怒火的红色三头龙 面对首次拥有族徽的坦格利安 人们感叹道 现在他们是威斯特洛的一员了 此时七大王国也都各自准备着应对的策略 掌管风暴王国的杜兰登家族 在风系堡集结兵力 蓄势待发 掌管河宇王国的霍尔家族 以赫伦堡作为据点 商量着战略计划 掌管河湾王国的园丁家族 主动与凯延王国的兰尼斯特结盟 创造出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团 掌管北京王国的施塔克则招来群臣 彻夜商量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多恩的马太尔以及古地的艾林 却又与伊耿结盟之心 前者说 倘若彼此独立 不分群臣 多恩愿意与龙家联合一起攻打风暴王国 后者则说 如果肯将河间地的一片区域划分给古地 艾林家自会出兵支援龙家 伊耿却心意已决 不同意结盟 只同意投降 他分散了自己的兵力 同时向多个王国进军 大部分士兵在奥里斯拜拉西恩的指挥下 直奔风气堡 空中雷尼斯骑在米拉西斯的背上 一路跟随着 坦格里安的舰队驶向古地 而在空中俯瞰着这支军队的 则是维桑尼亚和他的龙瓦格哈尔 国王自己则骑着贝勒里恩朝西北方向而去 剩余的士兵紧随在后 目的地正是那座宏伟的赫伦堡 南方奥里斯拜拉西恩与他的军队 在渡过文德河时遭到了伏击 几个效忠风暴王国的家族 迅速斩杀龙家一千余人 又趁着对自家领地的熟悉 撤退回了森林中 东方 艾林家族的舰队 联合12艘布拉福斯的战船 与龙家舰队遭遇 实称海鸥镇之战 龙家舰队最终全灭 伊耿钦尽风的海政大臣 戴蒙瓦列里安战死 西方 伊耿与他的军队 在神眼湖南岸遭到了两次袭击 第一场名为颅尾之战 龙家艰难获胜 却也死伤惨重 第二场名为契柳之战 何与国王黑心霍伦的两个儿子 率军杜胡 他们使用特殊处理过的 只能发出闷响的桨、滑水 突然出现在龙家军队的后方 让龙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即使在地面与海上相继战败 龙家却掌握着之前从未出现在 威斯特罗大陆上的战略优势 制空拳 南方 藏于森林中的几个风暴王国家族 自认平安无事 但是瓦格哈尔现身 森林瞬间变成火海 藏于其中的敌军被悉数焚烧 东方 龙家舰队被陆续击沉 艾林家的船只自认大获全胜 然而米拉西斯登场 转瞬之间 敌军船舰便被全部摧毁 西方 在七柳之战中大声的霍尔家族军队 以降滑水返回赫伦堡 贝勒里恩从天而降 赫伦霍尔的两个儿子 加上常州之上的所有敌军 全部葬身忽敌 同一时间 被龙家率先攻打的三个王国 又遭到了其他的外患或内乱 海盗们开始于东海岸趁火打劫 多恩则派兵越过赤红山脉 进入风暴王国大肆抢掠 而在古地 三姐妹群岛公然造反 无视艾林家年幼的儿子自立了一位全新的女王 但这些都不能与河羽王国的内乱相比 由于黑心赫伦执意建造赫伦堡 40年来不断剥削百姓 迫害人民 趁着一耿现身的机会 涂利家族与赫伦堡宣战 并主动向龙家效忠 涂利家族的举动感染了河间帝的其他领主 大伙纷纷响应 陆续加入到了龙家的阵营 转瞬间赫伦堡的兵力瑞捡已无法正面作战 黑心赫伦下令封闭城堡 做好被围城的准备 赫伦堡中储存着大量的饮用水 硕大的仓库中堆满了粮食 坚固的城墙与五座高塔令人望而生缺 然而 伊耿却没有围城的打算 他派出一个学士举着谈判的旗帜走向了赫伦堡 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等到下次讲述血与火石再说 今天还有一期视频 虽然看的人很少 不还是想更新一下林东城的建造进度 这一次确实有大进展 感谢您的收看 您爱看哪期 我们就在哪期节目见